萌绿虎冲剧日 原来这么有钱,根本没必要在影视圈辛苦赚钱啊 吴佩茨的这栋豪杀位于寸土寸金的香港 在家里可以看到维多利亚港湾的前景 有媒体说 这栋豪杀使吴佩茨在去年花费了3.5亿元人民币买入 付款方式为一次性付清 媒体还透露吴佩茨现在得身价为49亿人民币 这不得不让人感叹吴佩茨的积蓄居然如此之多 一般人简直是难以想象 其实吴佩茨从小家庭条件就不错 1978年,他出生在新北市 吴佩茨就读的大学是一所私立学校 在国际上都非常有名 他学习的专业是哲学 从小,他母亲就对他非常严格 希望他能努力读书,早日出人头地 吴佩茨也很少和大家分享自己家庭的故事 所以外界对他的家庭了解的并不多 吴佩茨因为遗传了母亲的良好基因 所以长相甜美 个子又高 拥有一百七十厘米高挑身材 他早年担任过模特 拍摄过不少广告 也是许多男人心中的女神人物 20岁那年 吴佩茨靠唱歌进入娱乐圈 他的歌声甜美,声线细腻 受到许多人的关注 但他终究不是专业,生 所以在唱歌这条路上他没能持续走红 一直到他24岁这年 吴佩茨终于等到了自己人生中的一个重要机会 他开始转型做演员 当时偶像剧流星花园在宝岛热播 捧红了许多明星 这一年,制作方赶紧趁热打铁台设第二部 吴佩茨有幸被选中在剧中饰演了一个角色 当时,周渔民、颜承旭、大S等人已经在娱乐圈 收获了不少的人气 成为了家喻户晓的明星 这时的吴佩茨还是一个新人 他抓住了这个机会和他们一起拍戏 借着这部电视剧的热播 吴佩茨的名字也受到更多粉丝的关注 他慢慢的被更多观众熟知 之后的几年时间里 吴佩茨一直忙于唱歌 想在音乐这条道路上 实现自己的梦想 可是不管怎样努力 吴佩茨的歌声就是没能打动听众们 为了事业得到更好的发展 他也没闲着一边写书出版 一边参加各种节目走秀 提升自己的知名度 从2007年开始 吴佩茨将目光投销了内地市场 他想在这边抓取更多人气 增加自己的身价 所以他频繁来到内地录制节目 迎戏渐渐的传播开来 毕竟他知道自己长相有优势 在哪里都会受到很好的待遇 也正是因为这样 吴佩茨又迎来了人生的另外一个机会 2008年 吴佩茨参加了央视主办的中秋节晚会 并且担任主持人 借着这个强大的平台 吴佩茨 那人气顿是火爆起来 越来越多的观众知道了 这个来自宝岛的美女 他说话伶牙俐齿 而且还能说一口流利的英文 许多本司开始喜欢上了他 名气打开之后 吴佩茨转入影视圈 开始拍戏 他携手学境内合作 在杜拉拉生之际当中 饰演了一个新时代的都市女性 当年这部电影收获了很好的票房 吴佩茨也因此走红 活宽了自己的事业道路 之后他又连续出演了多部电影 其中一分手合约最有名 也成为了他的代表作品 视野之外的吴佩茨 他也没有放下自己的感情 2008年他在内地火了之后 就和一位马来西亚籍富豪在一起恋爱 但是这段感情只维持了三年时间 据说是吴佩茨先提出分手的 由于低调神秘 关于这段链行外界知道的消息并不多 2013年 35岁的吴佩茨 又认识了一位香港的富豪 他就是大名鼎鼎的季晓波 季晓波是一家金融公司的总经理 其身有多善业务 身价上亿 吸气能力在整个香港都非常有名 吴佩茨这次和他在一起没多久 就成功怀孕 很多人说吴佩茨是想借此嫁入豪门 2014年 吴佩茨生下一个女儿 人们以为他可以嫁入豪门当太太 没想到 季晓波并没有和吴佩茨结婚 两人甚至都没举办过婚礼 吴佩茨也是未婚先孕 之后吴佩茨又在2015年和2017年相继生下两个儿子 据说季晓波很开心 奖励了吴佩茨40亿人民币 生完孩子后的吴佩茨就宣布全面退出娱乐圈 在家里专心照顾孩子 网友们表示 有这么多钱这辈子都花不完 根本没必要出来工作了 吴佩茨一心想嫁入豪门 但是他生老三个孩子都没有任何名分 只有花不完的钱 试问 这样的生活你们觉得值得吗 赖 转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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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目